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在冰封王座 亡灵战役 西尔瓦纳斯章节的最后一关 为了让新女王的大招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设计师也是非常贴心地设计了五个超强野怪 他们分别是两栖夜行者 鱼人 尼江领主 巨魔首领 卓尔格洛 豹狼人 独军 斯纳尔妹 强盗头目 布莱克索恩 以及十人魔酋长 马格瑟尔 为了让新女王的大招可以顺利使用 这五个野怪的等级都是五级 接下来我们就来挨个的看一下这五虎上将 首先就是公认最弱的鱼人 尼江领主 为了野怪竞技场的测试方便 我给他增加了五点攻击力和禁毒武器 同时取消了他的诱补技能 他的三项技能分别是死亡缠绕 暴风雪和禁毒武器 原版应该是诱补 考虑到一个近战野怪使用诱补技能 在野怪竞技场里面毫无作用 所以说我适当的进行了一点小小的修改 按照之前一期一个野怪的更新频率的话 这五虎上将做完起码要五期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太水了呢 为了让大家一次性的看个够 我会把这五个野怪做到一期视频当中 这样大家就可以投一个视频的比看五期视频了 接下来是强盗领主布莱克索恩 这是一个战斗力可以媲美民兵指挥官的超级狠人 他有三项技能分别是风暴之锤重击还有专注光环 就这个战斗力目测在七级都没有任何的对手 他的风暴之锤是山丘之王的一级技能 性价比相当的高 第二项技能是猛击 则又是一个单挑神技 第三项技能是专注光环可以增加他的生存能力 并且布莱克索恩的攻击力非常的变态 基本就是一个八级野怪的水平 本期视频主要是对这五个野怪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野怪一同出现的话 他们的团战实力有多么的恐怖 第三位是佐尔格洛 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野怪 他把原来巨魔球长的诱补技能换成了纠缠根须 整体而言战斗力并未发生质变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野怪在六级也就可以排到第二梯队 基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战斗力真实水平 还是老规矩 本期视频投币超过300 我会在两天之内更新下一期 接下来是豺狼人杜军斯纳尔妹 他的素质比较一般 并且攻击力也是很低 这样的属性显然不适合在前排抗线 更多的时候他是充当辅助的角色 他的两项技能都相对实用 非常适合打团 第一项技能是回春术 第二项技能就是一级的荆棘光环 可以反弹10%的伤害 和魔法免疫重击生命吸取一样 回春术在单挑当中非常的变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马格斯尔 这是一个食人魔灵主 非常的厉害 他的第一项技能是统一光环 可以增加10%的攻击力 第二项技能和黑胖子的一样 是震荡波 可以造成75点的伤害 并且他的攻击力 还有生命值都全方位的高于食人魔球长 并且模型方面 他也是考歌的模型 而不是传统的两头食人魔 他的第三项技能就厉害了 是法力燃烧 则在野怪经济场里面 也是非常的变态 好了前面五个野怪都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的团战表现 既然五个人都是五级 我们来挑战一下五级的食人魔拳手 由于这是五个单位 我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的麻烦 所以说我全部交给AI 无论他们的操作有多么的辣眼 大家就静下心来看完就好了 一般来讲 回春术只会给残血的友军释放 而震荡波也必须得前面有三个以上的敌人 强盗领主释放风暴之处也是完全随缘 到现在他只释放了一次 但是毕竟敌人太过弱小 即使是播放技能也可以轻松获胜 由此可见在战役里面 一旦后期五虎上将 这关就基本要结束了 我们继续增加点难度 我们派五个六级的张鱼哥 来进行一场对决 张鱼哥有诅咒有进化 打起来是相当的可以 但是张鱼哥这个战斗力呢 大家懂得都懂 在六级里面 你除非派五个德莱尼先知 或者是派五个古老野人 当然你也可以派三个古老野人 外加两个德莱尼先知 这样来说的话 战斗力会更高一点 现在还有三个张鱼哥在奋战 但是很快啊 还剩下一个 这场对决就莫名其妙地 打得非常简单 然后就结束了 六级的张鱼哥在战败之后 是非常的不服 他就搬出了他的老大哥 于是呢 五个八级的张鱼哥 就来对付这个五虎上将了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张鱼哥可是有睡眠技能的 在开战之初 四个人就被睡着了 只留下一个对陆的鱼人 倪江领主 然后被干掉了 看看这就是效率 这还叫打团 这才是张鱼哥呀 如果现在不进行人为干涉的话 恐怕会败得非常惨 毕竟如果你想让这些弱子AI 来赢得对决的话 恐怕是有点难动 球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很快食人魔球长也撑不住了 这个时候回春术的波音就展现出来了 硬生生的把布莱克索恩 拉回了健康状态 然后猜狼人收灵倒下了 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 最终张鱼哥也是差点就可以获胜 但是呢 他仍然失败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旁边 谢谢旁边